网友发泊恭喜崔永元击败诸多流量小生,左手冯小刚,右手范冰冰。 6月6日,不少网友发泊恭喜崔永元击败诸多流量小生,左手冯小刚,右手范冰冰,细题明星实力榜日榜第二名。 从5月25日,崔永元贴出一张范冰冰或国家精神造就讲照片,一个真敢发,一个真敢领,到如今爆出各类天价合同,崔永元与首季二剧组的恩恩怨怨一波三折,覆盖面也越来越广。 崔老师,这是要凭一剂之力,捅破影视圈的一片天啊。 此次事件不仅政府部门介入调查,资本市场亦有所波及。 6月4日一开盘,华裔兄弟不到10分钟就跌停,一大波影视类上市公司都没能幸免,A股开盘后影视股集体大跌。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公开发文称,江泽已经部署开展对部分高收入高风险影视从业人员依罚纳税情况进行评估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分析,加大征管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如今,网上充斥着海量信息,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养子黄胜17.5亿阴阳合同,崔明姓夫妇,圈内人,未透露姓名。 昨天崔永远在微博爆出冯小刚在洛杉矶的两处豪宅,讽刺冯岛当面一套,背地一套挣钱的诀窍。 相较于这个消息,大家更关心的是崔永远说的,娱乐圈有一对夫妇,有一份7.5亿阴阳合同。 网友纷纷猜测这7.5亿合同夫妇是谁? 黄晓明、杨颖、孙丽、邓超、张国立、邓杰、杨子、黄胜一。 正当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杨子、黄胜一签7.5亿元阴阳合同的消息被爆出。 如果傅盘看崔永远接受采访时说的话,是你们愿意猜是你们的事,但是我可以补充一个新消息,今天他已经托人给我带话了,要灭了我。 他今天已经托人给我带话,说要灭掉我。 崔永远并未点名明星夫妻到底是谁,因为此前有人问是否是杨子和黄胜一,之后新闻标题继承了杨子黄胜一17.5亿阴阳合同,杨子要灭掉崔永远。 崔永远爆料,这7.5亿的部分合同中,9738万干了三件事,一个是大清相国拍摄总监事的聘请,请的是韩三平。 二是中南海保镖,这个电影明星夫妇拿走了5500万,事先给李连杰的约定档期的片酬。 崔永远曾求证李连杰,李连杰表示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这件事,三世明星夫妇要做一个域名,发现已经被别人提前注册了,但是他坚定地要把这个内容拿下来,这笔费用是1200万。 虽然崔永远没电名,但是网页还是爬出《大清相国》和《中南保镖》都是杨子2016年策划过的APPY大电影。 根据2016年的通稿,这两部电影都见组筹拍了官宣韩三平市总监制。 如今,杨子发博否认,称从未带话给崔老师,更没有威胁崔老师,没签署过7.5亿的阴阳合同,也没和任何单位有过如此大金额的款项往来。 关于《大清相国》和《中南保镖》,因为美与投资方达成一致,相关公司投资款已经在2016年全部退回。 韩三平回应,没签监制合同,没拿3000万监制费用。 签除通缉犯。 虽然没被电名,但从杨子跳出来回应的内容来看,明星夫妇到底是谁,不言而喻。 令网友诧异的是,顺着杨子黄胜一这条线继续深挖,竟然牵扯出一个通缉犯师建祥。 根据罗严肃爆出的内容来看,露出范冰冰名字的税后1000万合同,可能是范冰冰在《大轰炸》剧组的《大轰炸》的制片人教师建祥。 此人在电影圈和财经圈都是著名的忽悠人士,或称大撒币之王。 这个人与杨子黄胜一的关系扯不断,厉害乱。 2015年,黄胜一在奥斯卡红毯前晕倒了,说好的要跟汤姆。 汉克斯走红毯也没法实现了。 当外界质疑黄胜一炒作时,制片人士建祥站出来,说他们是带着电影《大轰炸》走红毯,女主是黄胜一,但因为黄胜一身体不适,红毯之行泡汤。 让时间想更出名的是,叶问三,很难想象,会有人把制片人带印在海报上,还强势占领C位,人物印得比主角都大。 更想不到的是,因为宣传方火传媒嫌,叶问三,首映里规模太小,直接把员工都开除了,而火传媒的董事长就是杨子。 之后,叶问三,现幽灵票房事件,广电总局责令中国的总代理被金方大萤幕暂停电影发行一个月。 三家售票网站和73个剧院也因参与造假而被警告。 叶问三,金儿击垮快鹿系,旗下理财平台金鹿才行遭遇对付危机,而石剑翔就是快鹿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在叶问三事件后辞职,后流往海外被通缉。 大转炸,这部电影其实已经拍摄完毕,刘野、黄胜一、范冰冰、马苏、陈伟霆、陈道明、谢霆锋、刘晓庆等都出演了该片。 这部从2009年就筹备的电影至今没能上映。 崔永远受死亡威胁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如今影视行业九成以上的一线艺人都是直接报税后价格,高片酬产生的大额税金由投资方或制作公司承担。 如今,在艺人经济行业内,阴阳合同依然是避而不谈的话题。 可是,多位律师表示自己经手过大量影视行业阴阳合同的案件。 随着牵扯的人越来越多,税务部门开始介入。 崔永远的披露俨然在娱乐圈掀起了一阵血雨腥风,她抽屉里的一叠合同一定是让其他明星大腕提着心吊着胆了。 得罪的人越来越多,网友开始担心崔永远的人身安全。 崔永远也在微博披露自己受到实名死亡威胁。 最近,有微博实名认证的国际试飞员徐永远,通过微博开对崔永远言论中带有威胁性语言,引发网络舆论关注。 这位是飞员队国内的女明星如数佳珍,不仅言辞激烈,偶尔还在微博上发发黄段子。 对此,空军发布表示,空军有关部门已迅速协调其地方管理单位责承徐永远,要求其不得以现役军人身份发表任何言论和参加一切社会活动。 信息显示,徐永远已于2014年12月退出现役,2015年9月移交地方。 手握实锤的崔老师似乎有能力动一动娱乐圈的黑暗面,而这些黑暗也是时候渐渐光了。